男子喝了酒 衝進高雄棋尾派出所內 衝著員警挑釁還掀開外套 露出藏在腰際的菜刀 半歸 半歸 我抓住他的刀了 男子雖然奮力掙扎 還是找到制服 這是發生在5月15號下午3點多 37歲的男子不滿員警取締酒駕 喝了酒之後闖入派出所內 持兩把菜刀做事攻擊 當時正在值班的副所長 結果不到一分鐘 就被副所長及員警合力制止 診後依妨礙公務罪前 依請橋頭地檢署偵辦 不滿員警取締酒駕 酒後池刀聰派出所做事攻擊 全案經橋頭地檢署審理之後 黃信男子被依妨礙公務罪判刑六個月 可醫科罰金 案件仍然可以上訴 TVBS新聞頂戰勝高雄報導